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位置 机车骑士赶紧将车停好 这也是基隆市中正高架桥下的 爱一路机车停车场 从中一路到中山路间的平面空间 最多可停300辆机车 不过因为位处市中心区停车需求大 因此基隆市政府争取中央前三计划经费补助 将耗资将近5700万 建设刚够市两层机车停车场 透过立体化方式 预计可增加118个机车停车位 同时改善停车场周边环境 不过这项地方关注的交通工程 却因为疫情缺工及国际钢材大涨等因素 9月2号第三次流标 出现无人投标的窘境 主要还是疫情的影响 那国际的这个物料也是一个问题 那因为这个案场在作业上 大概还是需要比较多的人力 以及这个供料上也必须要 相对供料的部分还是要从这个工厂加工来运料过来 所以说这些的费用相对在比目前疫情 以及这个国际缺工缺料的部分还是比较艰困 对此积极争取改善的金融市员同志委坦诚非常失望 也希望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方面能在加把劲 让这项工程早日发包动工 流标三次其实非常的失望 因为我们一直期待说 我们从当选到现在至今有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非常希望说在迅速的短时间内可以做改善 那因为我们有整个大环境的因素在影响 所以不一定可以顺利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赶快来做调整 我想用我们政策方向 因为我们周边有很多工程正在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性工程 那也希望由厂商来关注我们这个爱一路桥下的问题 租管的交通处方面表示 是将研究减少工项或是增加经费的方式 增加厂商投标意愿 市府这个交通处这边也持续在做一个检讨 那也希望说能够在下一次招标的时候 能够找到合适的厂商能够尽数来将这个停车场能够完整的改善 交通处希望可以赶得及在年底前完成发包紧早东工 配合一旁的国门广场工程美化整个金融市区 记者张旗辰金融报导 感谢观看